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继续讲《爱的碧档》 我们是专业的学术角度想分析北韩 即是去過北韓50次之後的一種Fill Study的報告 剛才我們說過是人民頒獎這個系統 另一個人覺得很有興趣的就是 在北韓的市集的街市充滿黑市 你們有去過北韓50次嗎? 你有去過這些黑市的市集嗎?有什麼嗎? 其實我們自己去過一些市場 因為其實一直以來北韓旅行是不准去一些市場 在四、五年前 但是我們這幾年裏面有些行程 就會去到一些百貨公司 但是所謂一些街市 都是不准去的 但是我們曾經因為有些朋友帶我們去過 那些市場如果你說對比劇裡面 就比較骯髒的 即是我們參觀的那些市場 因為賣了一些十貨多一些 就沒有劇裡面那麼整齊 但是至於你說 你應該是想說一些黑市的外來的貨品 其實我想現在其實是一些南韓或者外國的貨品 都不需要找一塊布琴住 尤其是在平壤地區 其實你去很多店鋪 很多不同的市場 都有一些美國之類的品牌 我去過一些百貨公司是說有賣眼鏡 但是有最一線的一些外國潮流品牌 都存在 電腦就所有品牌都有 所以我懷疑 尤其是在平壤地區裡面 所謂外來貨品已經不是那麼多了 我記得我去的時候 很久以前了 那時候是要換回美金 即local currency 那時候真的要 可能cronor 然後怎樣 現在還是這樣 現在的確是他們的貨幣 就不可以帶出去 這個仍然都是的 但是都開始多了地方 可以換本地貨幣來買賣 因為例如我們去那個平壤裡面 有一個叫光復百貨 就是一個新的中資百貨公司 那在當地其實就有一個counter 然後讓你拿著一些人民幣 或者美金換作韓幣 超幣 對 超幣 然後就消費 那剩下的那些 他名義上都是需要換回人民幣 或者美金 但是當然也有些人是不換的 至於其實去到一些叫做奢侈品的納貨公司 他就好像標價都是用起舊 所以給我的感覺 如果在平日裡面 就是所謂外幣都不是些什麼禁忌 因為看歷史 本來北韓真的很rigid的共產主義 就是你有私有財產 本來很有禁忌 但是應該是九十年代 全國就大飢荒 慢慢就放鬆了很多 因為你要自生自滅 那既然你要自生自滅 就是你容許用你的方式賺少錢 那慢慢就變成了 但是你覺得現在北韓 還可不可以叫做社會主義國 其實資本主義的市場 是不是已經很發達 我覺得資本主義市場已經是相當發達 如果用一種最列明紫探 不懂定義的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我覺得已經不存在 因為很多的市場活動 都是用一個他們買賣的貨幣去做交易 實際上也都用很多人民幣 和美金去做實際的交易貨幣 所以這些都證明了 其實他們不是真的 還在用以往的社會主義制度 但是我覺得最關鍵的是 我想以前北韓很引以為我 尤其是在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時候 去定義他們走進行共產主義制度 就因為有一個叫做配給制 但是這件事在九十年代 是自從苦難行軍 即是大饑荒之後 是完全不成功的 現在有一個報告 曾經有些調查 現在每一個家庭的收入有七成 都是來自於自己做的貿易 並不是來源於一些配給制度派的成分 現在只剩下一些 即是今正日生日 今日成生日 就是派一堂 但是那個配給制度 只剩下保障正式的事情 這個好像有談到問題 有時候我又在上課 這個叫做Second Economy 本身已經是民間有私產 但是其實又不是完全合法 那他們的錢財在哪裏 即是北韓不會收到銀行 那那些錢財財從來看 北韓他們這一種地下經濟的出現 你剛剛所說 就是九十年代終於開始 其實那個年代 因為國家已經知道 沒有能力地去令到 每個人都有足夠的糧食供應 所以就容許少少私人的企業出現 另外他們自己的重症也是一樣 就是他們會用來 譬如說你國家裡面 你生產出來的 可能有一成的 你就可以自己自留 你自己去買 那這個就是那個國家明白 社會是要這樣 功能下去的地方 但是你說 其實會不會是錢 怎樣去留呢 其實北韓都有自己的金融牌 在裡面的 他們有自己的銀行 而且他們都未必會用完 信用了潮幣 他們都會換一些外幣去保護自己 因為北韓都試過有幾次的 財幣都是失敗的 令到那些國民對於 潮幣的信心都不太高 變成他們通常 如果他們做外幣的話 通常都會對國民對 變成他們都會換人民幣 要少少美金的原因 這些都是他們暫時 在國內 存不同的貨幣的方式 說起銀行 其實另外很有趣 就是我們曾經去過 羅仙經濟區 是的 就是一個東北面 在和中國俄羅斯 接壤的一個小的區 他就想進行一些所謂 貨幣改革和金融善改革 當地有一間銀行 叫做金三角 可以在那裡 我們都試過申請一些儲值卡 很油 你再說 撲房的先鋒 是 他好像是八通 是要儲值才能用到的錢 基本上是一個儲值卡 所以他這間銀行 就說可以和一些 中國和俄羅斯銀行 做一些兌換 諸如此類 說起銀行 其實也有一些細規無改革 在北韓裏面 但是當然那個城下 就相對存異 因為劇裏面 有兩個位置 是要看得到北韓的金融經濟 一個是挺厲害的 例如說當不好 就是 劇裏面的主角不順 就是當他沒有錢 就是戒指 其實你是不是真的當是錢 其實都是一個保管財物 一個保值的一個功能 原來是某種類型的銀行 可能比全資更加保障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當你南韓要匯回到北韓 你買兇殺人 那有人怎樣收錢 裡面就有一個暗場表達 那錢怎樣負責 其實你所知 譬如說 我在南韓匯回到北韓 然後請你殺人 那是怎樣留呢 這個現金的銀行 我印象中 我也看過一些研究 就說 錢是真的要把引帶進去 physically有一個引 譬如說你在南韓 你有些錢 例如說我想 在南韓的錢 我想去救濟北韓 的家人行不行 其實是可以的 不過你就要 可能你要把錢匯回到大陸那邊 只要大陸那邊 只要大陸接合人 將現金經過中朝邊 帶到北韓 即是人肉帶過去 沒錯 因為其實是沒有 特別是這兩三年之間 因為航空機票 製造北韓多了 變成金融上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 中國的銀行戶 會再收到北韓的戶口 所以你只能夠把你的錢 用實體 帶到北韓那邊 這樣做 官方還會帶多少 官方 除非你北韓人帶去 可能帶的數額都不會很多 可能幾萬元 人民幣 差不多 差不多 即是你不能帶一個大額 幾十萬的錢 那些錢去北韓那邊 這就應該做他的代替 不過Steve說 這個是其中一個主要的方法 不過我聽到另一個方法 就是 如果要南韓會錢去北韓 中間可以有一個中間 那個就叫做中國朝鮮組 中國朝鮮組 北韓有很多親戚 那他們是南韓的人 可以匯錢給 在中國 東北部 例如沿邊 沿吉士那些親戚 那他們只要打電話 跟北韓裏面的親戚說 北韓的親戚 就會自己在裏面付錢 一個要收錢的人 那就可以不用負責 帶些錢進去 那兩個方法都應該是 有些朋友都會提過 如果是一些國際貿易的話 有機會就可以用澳門 新加坡馬來西亞 我們當然沒有參與過 也沒有資格參與 但是其實實質上 在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 的確是存在最不少的北韓人 那很多 我們有時候 可能就算做旅遊來說 我看見一些開會 諸如此類 都會在澳門 或者在新加坡 Rubio說的系統 有點像中東的 人們疑似公務分子洗錢 你又不需要銀行的系統 打電話給簽證 然後就可以自動過去 但是你說北韓在澳門的功能 又真的寫得研究一下 本身補償就要來洗錢 北韓金家 一直都有一個外表在當地 即是死了 金正藍 但是 自此 是否已經沒有了這個功能 給你所思 現在就難了 因為我想特別是 在金正藍被殺之後 或者是張成閘被俗稱之後 基本上 海外的 那些北韓對外的金融連繫 都已經是金正藍去直接管理 變成就不是經過另一條線去管理 變成金融上的來說 我們現在就少知道了以前 因為其實以前這兩個 都是稱為親華派的代表 變成他們在內地 上海 香港 澳門 都有很多不同的合作 但是現在就好像這條線 已經不是一個親華派的管理 變成那些錢就很難回到 這些地方做管理的地方 金正藍的真正身份 應該是一個地下金融 經濟是沒有了那樣的 即他不是純粹在那裡玩 或者純粹是迪士尼 他其實在處理整個地下經濟 而且澳門的特別地方 因為他本身有一間叫潮光外公司 即是七幾年開始已經有了 變成了很長時間在當地 就是幫北韓做 譬如說北韓有些 譬如說買毒品 印假銀子 或者一些可能是軍貨買賣 都是經這間公司 因為其實北韓有叫39號室的那部門 就是主要統籌一些對外的東西 北韓有一個叫銀行 在裏面跟這些所謂的可愛機構做聯繫 39號室就是一個最中心 因為它是勞動黨 3號建築的9號室 所以叫39號室 然後它就 就是負負負責統籌一些可愛的不同的北韓的節目 那金正蘭和張成澤 都是負責統籌這些東西 剛才你說的所有東西是哪些 現在不受兩個制作的呢 應該全部都整個了 小心 對 關於Idea Big God 我們對這兩個主角應該都是沒有興趣的 但也不是為了他們 完全是當作一個 即是六制關係劇集的學習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更加深的問題 請問一下 什麼叫總政治局長 總政治局在北韓裏面 是一個所謂的軍中黨 軍的意思就是朝鮮勞動黨的軍人 裏面還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政黨 這個軍中黨可以說是權力核心的核心 他是有一個可以說是整個北韓五節制度裏面 代表軍方的一個最大權力 那他的劇中的對手 軍事部長有什麼 軍事部長 我想是一個主要的 勞動黨軍人的 可能是陸軍的一個領袖 所以兩邊 由於他們 有一點overlap的一個架構 但又不完全是 是從屬於大家 所以就有些派系的鬥爭出來 有點像 中國本身當成軍的 黨裏面有軍隊的結構 軍隊裏面有他的政治部門 本來就沒有什麼 互相不從屬 互相制衡 後來就改小例 基本上是一套班子 兩個招牌 但北韓應該是前者 所以軍事部長應該屬於黨的系統 而軍的系統有他自己的政治 這兩件事所以就是並行存在 這也是北韓典型的 就叫做check and balance 但你好像對總政治局有一定的了解 因為在幾年前 其實北韓的總政治局局長 還是一個可能大家都聽過的人物 叫崔龍海 崔龍海就是一個把握著很多大權的人物 也是金正恩時代流落來的軍方人士 他其實是一個很支持北韓 稍微走向改革路線的人物 但後來幾年前因為金正恩的下令 就轉了人物 從此之後 政治局局長這個位置 其實都是由一些比較看下去 不是很大的人物的人去擔任 以及每兩年一年就換一次 在這幾年已經換了差不多三個 差不多的政治局局長 這個位置可能是邁向一個虛化的情況 很多觀眾都會問這個問題 男主角有什麼靠山 為什麼他這麼厲害 他爸爸的ranking 高成怎樣 但你根據剛才的說法 他應該是二號人物 那是一個極高層 正式來說應該是三級的 因為除了金正恩之外 應該還有一個國務的總理 第三個就是總政局局長 不凡的ranking 相當複雜 因為金正恩的職位好像不好 但沒有人會質疑他是否第一位 因為北韓最高的就是國防委員會的委員長 變成一個國務總理 即是那個委員 然後有一個國務總理 因為他有分黨政運 那樣東西 黨就是培養黨 以前叫總書記 現在就是國務委員會委員長 然後有一個正式的 一個最高人民會議會長 也是第二高 第三就是總政治局局長 所以一個總政治局長 根據常識 他應該是刺水 即是刺水 即是刺水 即報上去金正恩那個委員 所以劇中裡面透露了他 和他對家都有跡打 即是將軍的勤力 這個也是他們的地位的顯示 但其實他的位置是否穩固的 是否移動一些就會被人解僱 下放 裸袋 這個都是北韓往事一些 我想沒有任何一個位置是完全穩固的 因為北韓都經常有一些縮清 那些行動 你見到金正恩跟他上台幾年之間 都不斷搞他旁邊的不同的親信 所以其實沒有任何一個位置 你見到張成澤 你見到翠龍凱 之前很多不同的將軍都因為這樣而被整肅 所以其實每一個位置都會有很多不同的人 想候著的位置 所以這個都是經常北韓發生的 派系之間的狗狗 雖然看這個最後一個大結局 雖然你沒有看 你沒有聽你的話 怎麼可能一個總政治局長 就是這樣自己對立了一個軍事部 總政治局長 對立了一個軍事部長 完全沒有後果 那樣高層就這樣撕了 你又可以把一個罪名握下去 這都是北韓平時的情況 就是你可能會過不同的部門之間 可能他們會把一個罪名握下去 然後說他們可能反映了罪行 然後加注信 然後把城市理順出來 這是北韓的情況 我想問多個問題 另外有四個叫北韓的F4 是 他們 有什麼名字 對 網術很紅 對 網術又是怎樣的 有多高層多低層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前線的部隊 還有一些中低下階 中低下階級的軍人 但是他們始終是守前線的部隊 所以應該是能力比較高 應該是特殊訓練的人 因為始終是對著南韓那邊的部隊 所以都是國家最精要的一班人 所以他們本身應該就會是一個 一個國家最好的部隊 應該就好像劇院那些 可能他們就會因為看韓劇 然後知道有人過了北韓那邊 應該就不會發生的 但是他們又因為一部劇的效果 會令到他們變成這樣搞笑 不過那些人說開 很多觀眾會有疑問 究竟找不找到一個元彬 那樣的人在北韓呢 其實我的觀察 就是以我第一身在北韓 接觸很多不同類型的軍人 我覺得北韓軍人的形象 應該更加像 這個樂劇裡面的F4 就是會說話有些粗魯 又好像有些蠢蠢蠢蠢蠢蠢 表上智 是的 因為以往我們 經常去到南北韓交界的三百線 經常都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南韓那邊的軍人 軍紀是很嚴格的 就是很高大 然後看起來好像很威猛 但是北韓呢 無論那套軍服 到身形 到他們的肢體動作 都被人感覺上很散漫 然後我們甚至看到有些軍人 其實一遊客一走了 他沒有人看著 他們就躲在一邊吃煙 都會發生的 更加像F4 其實你眼中北韓軍人 又是甚麼回事呢 剛才你說好像軍紀不太好 但是先軍政治之下 suppose 他們是特權階層 最有錢的就是他們 這樣也不行 其他人就怎麼辦 因為我日常接觸 甚至我們最多接觸 就是去到三百線 即是非軍事區 跟南韓接釀的位置 可能半個朋友 諸如此類 他們經常都會說笑 想貪一些小便宜 即是 他買來 他又想你給包 因為有些紀念品店 可以買煙 諸如此類 他又想你買煙給他 之後 又會問你會不會帶到海外的品牌 萬寶路 諸如此類的煙 雖然他在國家中 是屬於一個已經是有資源的一群 但其實還是很貪小便宜 然後 體格上很瘦 然後 一大家 那些遊客一走了 諸如此類 你就會看到他們 立刻就會放鬆下來 這些 在南韓參觀版門店 都是同一個三百線 那個感覺就很不同 因為南韓甚至要簽生死狀 之後很嚴格的所有事情 又不可以發售獎 又不可以笑 但北韓的體驗是完全不同的 跟日常跟軍人的接觸 大致上都是這樣 反而 我覺得在這套劇中 F4 其中一個最年輕的軍人 他不斷說剛剛才重軍 他還有十年要在軍隊生涯過 其實這個是真的 因為我在北京認識一些北韓人劇 我跟他聊的時候 你兒子現在在北韓做什麼 他就是從軍 他很久沒見到他的兒子 而且真的要十年 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他們可能18歲從軍 28歲才出來 才可能讀大學 有些 剛才Simon問到 究竟今天的軍人的地位是怎樣 其實因為隨著北韓的經濟開始市場化 其實越來越多人想做貿易 想賺錢 其實越來越少人會想在你人生最年輕 最有力氣的年代走去做軍人 所以做軍人開始有點尷尬 可能最權力勢大的人 他可能某些原因 只是做三四年兵就可以走 反過來 一些最窮住在農村最落後的人 他可能很想做軍人 因為可以有兩餐溫飽 所以慢慢變得沒有以前那種軍隊的地位最崇高的狀態 當然這只是說中下層的軍隊 但是你說一些最高權力的人 不必然是一些最高級的將軍 不過有時候我們問一些北韓女生 即是 你認識男朋友 想認識什麼 我們可能一開始會以為是軍人 以為是你 除了我以為是北韓的軍人 但是其實現在慢慢都會說是做生意 然後甚至是大學教授等等 真實來說軍人在女生心目中的排名就會越來越厚 在西方這方面 情報人員的角度 最關心的是 應該行軍也有幾腐化的 在出席那裡見到其實都很嚴重 無論是正派反派 例如主角的老闆 這個總政治部長 他在家裡有一種糖尿 所以我覺得 我不知道有沒有關注 但挺震驚的 我覺得反而 為什麼我會覺得 我們接觸北韓的軍人 另外一個地方就是 入境北韓的位置 就是前面的地方 那裡是有時候見到一些軍人 我們覺得北韓軍人很懶散 有時候檢查一些東西 有時候檢查一些東西 看看他們的心情如何 這個反而令我覺得 到劇中最似的北韓軍 就是徐丹 就是那種酒精的那種 就是奇奇怪的那種 有點像香港人 對 就是那個人 那個人反而覺得像是 我們認識過北韓軍人那種 就是有些大肚腩 但是有幫人做事 又會有少少圓滑 但又不會拿到正那種人 經常想找些型頭小理 就是那種人反而像北韓軍人 那你們去過北韓十次 沒有賄賂過任何軍人 這個是沒有的 所以是拿錢來做的 也是 所以剛剛那個故事 他想我們找包衣 我也是說 好 另一個西方又會有興趣的問題 就是北韓傳說中 軍隊有很多福利 享受的 你們又不用去過北韓五十次 有沒有享受過一些歡樂組 這些很奇怪的傳聞 其實很淒慘的故事 如果真有其事的話 那些北韓的女孩們 當然是很慘 但是其實以你所知 有沒有這樣的事例 親身經歷 我們作為遊客 其實去到北韓 不要說上到歡樂組 就算你問他們有沒有一些 可能卡拉OK 或者是娛樂善業式的東西 其實他們都不會讓遊客去的 我即使去過五十次 但其實都 仍然是吃八果 我不是故意去 我上去 吃八果 你有明明想做這個 但你會看到 吃八果 這個剪掉 但是 他意思是剪掉他出界 剪掉他出界 剪好一點 剪八果的字 吃八果三個字 就可以了 我幫一些傳聞 我通常八點鐘就睡覺 但是我問這些問題 怎樣都問不到 所以要令到想去的人 都吃八果 不過 如果你網上看 有一些油肌 可能可以在酒店裡面 有一個按摩的小店 裡面好像有一些 其實按摩都很靜靜 對 有漢九島 這些人都知道 你問哪些按摩 我還想知道 有些油肌說有下半部分 但我們有嚴證 嚴證不到 不過 西文軒斯的觀眾很有深度 不如深度一點說 有第二部分 但是有一些朋友說過 在平壤裡面 是有一些類似夜總會 大部分都是接待一些 在平壤長住的中國商人 那我就問 那究竟這些夜總會 最後怎樣呢 但是他都 我想也是 就是他都是說唱歌 可能 嘻嘻嘻嘻 但都沒有一些 所謂下文 諸如此類的 不過我又分享了一次 我有一天晚上 那時候住陽國島 我有去過那裡 不是 我是見到的 我沒有進去的 我去過那間酒吧裡面 他有一些私人房 那我就問他說 今晚我可以進來玩 他就說今晚已經敷了 但是我見到 中間的房間 他打開門 裡面有一些人 有男有女 有一些 歡愉的場面 那我 什麼叫歡愉的場面 歡愉的場面 即是包括一些 身體接觸的 那Steve 你都吃白果 我不是白果 我是喝著他喝一杯酒 對 跟你們不同 如果給我是你 我會進去 我會立即 那我沒有進去 我沒有進去 可能是你們兩個 去了五十次 有爆炮 所以你在裡面 其實那間是出市的酒店 應該是 如果你闖上 他可能就會成為了一個 他可能不是很小心 因為應該是全程關門的 但我又剛巧見到他打開門 一條塞欄 我看一看就變了一條欄 裡面有些東西 明白 其實我們都是一個很深度的分析 就是關於北韓真實的一面 因為我們 就是五十次的關係 有些產品介紹給大家 不要要來買 這個東西是時候 我真的想說 不好意思 今天這個可樂很漂亮 這個就是叫做 你有沒有朝鮮牛賣的 韓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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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新鮮 北韓可樂 其實在北韓裡面 它不會叫做可樂 叫做炭酸水 在我的碑角裡面 都會用到這個字 也是很搞笑 另一個女士很喜歡 今天也很漂亮 就是人心面膜 很新鮮 就是人心面膜 其實我們帶很多朋友去北韓 尤其是女士很喜歡賣 也有用家分享 真的都相當好用 最後這個部分 我們想說一下 究竟整個外滴壁鋼 有一個很國際關係的一面 就是和瑞士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 金正恩本人都是一個瑞士的學生 和這齣戲的男女主角 都是有一類瑞士的遠遠 究竟北韓和瑞士的關係 又是怎樣 我想北韓和瑞士的關係 最明顯就是 金正恩本人在瑞士留學過 他大概在那裡讀了三四年的中學生 其實有很多當年和他同班的同學 有分享過的 金正恩本人是一個 不是說話 但很喜歡打籃球 和很少會打籃球的人 我不知道是偶然還是什麼 但我迫說 那個作家 似乎不少把瑞士的背景 放入金正恩的背景 所以令到很多觀眾覺得很驚訝 為什麼原來北韓人可以出國 甚至讀書 其實我們經常說 北韓可以出國的人 是遠比大家相眾多 除了在賢客身份的人 可以去讀書之外 即是徐丹、月斌之外 其實還有運動員 其實大家都看到的 有運動員去南韓比賽 甚至去其他國家比賽 也有些參加奧林派克數學比賽 很多這些比賽 都北韓是容許出國的 即是做貿易 今次這樣都越來越多 但通常貿易就是限於中國大陸 甚至只有東北三三和北京一帶 去年有過參加奧數的北韓人 香港轉為 對 其實幾年前 甚至我們讀大學的年代 是有北韓的交換生 在香港大學讀書 讀政治 所以基本上是有很多 無論是學生或實習 因為北韓很流行 他們學外語 就會去那個地方做一些 譬如適應 在中國、東北地方很多 甚至在新加坡都有 其實幾年前有個小朋友 他來香港參加奧林派克數學比賽 就是課大 大家看新聞就知道 他最後脫了北 這個也挺搞笑的 因為大家如果找得回 其實他住在一個平壤以外 大概半小時車程的地方 叫平城 是一個二線城市 他家裡其實是一個軍人背景 所以他離開北韓的時候 其實他家裡已經預備了他的團筆 準備了一些錢給他 另外就是這個小朋友 其實一直都不不乏機會出去比賽 但為什麼選擇香港呢 其實就是因為那次已經是他讀到中六 上到大學就可能已經不合資格參加 這個林派克數學比賽 這個是他最後一次參賽 所以就藉著這個海外比賽選擇 其實北韓在國際上另外還有一個窗口 例如在柏林派有一個酒店 這也是很經典的 現在令氏館裡無端有一個酒店 你們有去過嗎 你也有住過嗎 我沒有住過 冷靜結束之後 其實北韓就沒有再跟德國有什麼關係 所以就把這個物業帶走 直到2000年之後 北韓跟北韓又再次結合關係 就再次用這個建築 做回國際社會這樣 但是他又把部分的建築 就擺出來做 物業租出來給德國當地 一間貝巴客的地方 做一個民宿 據說這幾年之間 就比國際社會比較緊 因為北韓經常會拿這些錢 就發折額後 所以剛剛好像今年就開始 就說德國政府的巴黎 就不讓這間公司再運作下去 所以你看到就是 北韓在海外的連繫 這樣的情況 也有很多事情發生 我記得之前有一齣電影 是講回 《孝龍》做背景 講回北韓的隔離 其實我想很多電影的情節 現上我們都會看到 還有講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電影我們又經常見到 脫北井 說家人全部都會進去 集中營 那齣電影也有這樣的提示 現在《愛的逼港》那裡 也有提過集中營幾次 其實他的片反而避開了 直至近廟會 但是久不久就會提一下 很多人都很恐怖 那個靈會好像都可以進過去 鬼都走光 但其實你去脫北之後就會這樣 其實我覺得套劇本身 都想將一些比較北韓 港人權這位 盡量淡化一些問題的事情 譬如說他都不會盡量很多說 譬如說盧果營 或者說脫北之後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也是反映到 這套劇本身也在這個瞬間播放 也是反映著 南北韓的關係 相對比較好的時間 也是因為 民作人金正恩峰會之後 大家都想圍住住 柔和巴黎 所以這套劇也是想 尼曼著一種 希望能夠親北韓的情緒在背後 所以這件事你看到 當時社會也有人批評說 突然有些散播一些理想化 或者美化北韓的形象 在存在中 所以你看到那個南北韓的關係 都依然存在中 即他在鼓主統一 所以南韓角度 有人覺得是美化北韓 但好像金正恩推完又很開心 因為他覺得 好像想借用北韓的議題 做一些消費 所以金正恩就覺得 不應該拿國家民族統一 或者是分離的情緒 做一些商品化的事情 有看 對 我覺得如果北韓的平民 看到這套劇 他們應該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這套劇 其實不想美化北韓的鄉村生活 將它形容成一種很純確 反學歸真 很朝鮮傳統的生活 其實這本身都是北韓 資於南韓做的 Propaganda的時候 走的方向 那些人民突然覺得 連南韓都這樣 去認同我們這件事 所以如果我是一個北韓 會偷看韓劇的人 應該看這套劇 是會相當興奮的 你也像在香港 例如蔡原村 或者想做一個世外桃園 其實我一整齊 整個劇 最好看的是那條村 特別是那群大媽 是最有感覺的 你再說一次 如果兩段感情 在南部書局 我們真的完全沒有興趣 我們也是研究故事關係 多謝你們三個專家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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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Love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